詞曲 李宗盛 在北傳明清以後 幾乎都是所謂的佛事 都是超度 超度 軌道眾生的事 跟佛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麼 特別是在七月 那到底是怎麼來的 我們說過跟中遠的關係 跟聖宗追遠的關係 還有所謂的密教 長壽滅絕這本經 還有所謂中陰生救助的概念 暮年舊母是民間編出來的 他是依著余蘭本經 再變一個暮年舊母 就好像廟善公主 這種觀音菩薩的故事也是編的 是依觀音菩薩的 然後再編的 民間很多這種 很多這些參在一起 就變成我們現在的超度法會 好 那地藏法門或地藏經還有一個概念 跟原來的其實就是我們剛才講說 原來地藏菩薩是專門讓人不多三二道的 後來變成專門在救拔三二道 那地藏菩薩最重要的是學習釋迦摩尼佛 他是菩薩的一產體永不成佛 就是他不成佛 他就是一直用菩薩來度眾生 其實不是的 在地藏十論間裡面 他是在娑婆世界修閒 在娑婆世界度眾生 在娑婆世界成佛 後來慢慢變成地藏菩薩永不成佛 就變成一產體了 後來變成這樣 這個都是我們說地藏法門或地藏菩薩思想的一些原來的不同 就是說他最重要的是繼承 繼承釋迦摩尼佛 所以後來會有那種類似像錶法 就是我把娑婆世界眾生 每得度的眾生交代給地藏菩薩 其實他是這個是在說他繼承釋迦佛 就是地藏菩薩跟其他菩薩不一樣 其他菩薩都在淨土啊 觀念菩薩在極樂世界啊 無尊菩薩在什麼世界 普神菩薩在什麼世界都在淨土 那麼大家心都向外都要向他方淨土 那麼忽略了這個地方 那地藏菩薩出現其實是一件好事 就是說拉回到此地 人間佛教就是此時此地此人 你現在你修行在你現在這個時候 就你現在這個身份 就你在你在所在的地方 你在哪裡你就把哪裡變成淨土 這個是最初期 最初期 初期大聖莊嚴佛土的概念 那後來慢慢變成 不莊嚴佛土求生淨土 其實 原來的淨土是莊嚴 莊嚴國土的概念 莊嚴佛土 就是釋迦佛的國土 莊嚴 這個地方不莊嚴 你把它變莊嚴 那麼是這樣的概念 菩薩都是這樣嘛 到哪一個地方 就莊嚴那個地方 莊嚴那個地方的國土 來成熟眾生 就是說 這個地方不好修行 那我們 把它變莊嚴 讓它變得容易修行 比如說現在很熱 那我們 我們聽聽講聽都很流暗 我們就有人氣啊 對風扇啊 那麼來改善它 讓它變得至少適合聽 不會那麼辛苦 好 那這個娑婆世界也是一樣 不好修行 那麼障礙都好 那麼菩薩 菩薩就是改變它 讓它莊嚴這個國土 就是改善它 然後變好 然後來怎麼樣 來讓眾生善根成熟 所以 正的無神法人的菩薩 就一件事 叫做要度眾生 度眾生 沒有辦法說 你要度它就度它 一定要 它有善根成熟 你才能得度 所以你就是叫做 成熟眾生 莊嚴國土成熟眾生 這個是 正的無神法人的菩薩 要度眾生 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要度眾生 就是要成熟眾生 成熟眾生 成熟眾生是什麼 善根 那怎麼樣成熟眾生的善根呢 就是要讓它 歸一三寶 信三寶 而且要怎麼樣 要修閒 儒法修閒 其實是不是這樣 歡喜慶獸 要讓它這樣 所以它就慢慢教它 那這個是菩薩的概念 地藏菩薩 其實繼承的這個概念 只是後來變成 變成鬼道的 所以太虛大師 才會說要講人間佛教 人生佛教 人就是 不是鬼的 佛教不是專門在超渡鬼的 佛教不是一直 現在就是求著死後到淨土的 不是的 是死後的 不是的 這是活著怎麼修的 這是人嘛 人不是鬼 生不是死 那麼基本上是 那運順導師 運順導師又更進一步 就是在這個地方 人間 此時此地此人 基本上是這樣 那地藏菩薩其實 我們這樣看起來 地藏菩薩其實是 人間佛教的 為什麼 它就在娑婆世界 它就在娑婆世界修行 就在娑婆世界利益眾生 就在娑婆世界存佛 跟釋迦佛一樣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講四大菩薩 地藏菩薩 是比較 比較走 比較走釋迦摩尼佛路線的 真的 但是後來變成偏了 偏了 偏到走到鬼道眾生去了 變成幽明教主 人家本來是光明教主 變成幽明教主 就變成這樣 那所以這個是比較 所以我覺得地藏菩薩也比較可憐 人家其他的菩薩都都在那個 大殿旁邊 他都住在那個 那個骨灰塔旁邊 都是過那個骨灰塔牌位 所以這種事後來改變的 好 那我們大概講地藏 地藏經跟地藏法門 大概就是 的一些關係 好那現在開始 我們要講這個 地藏菩薩本願經 好 那你們有地藏圈嗎 看一下看一下 那地藏經他分 他分三卷 就是蠻長的 上中下三卷 那麼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講他的 因緣 就好像這個 有些經他會講 他為什麼要講這部經 為什麼會有這部經 這部經是從哪裡來的 就好像想說 無量壽經 光無量壽經 光無量壽經 光無量壽經的 緣起是韋提西夫人 無量壽經的緣起是法戰比丘 類像這樣 好那地藏經的緣起呢 那這本地藏經 一般是 真正來講就是 宋朝以後才開始有 那明朝以後才開始流行 明朝以後才開始流行 所以算是比較晚期的 那你如果從初期大聖看 老實說也沒有地藏菩薩 他雖然有地藏的名字 但是他是持地藏 什麼地藏 什麼地藏 並沒有特別的地藏菩薩 那地藏菩薩算是比較後期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說 早期的不是要求生進途嗎 在他方世界就只要 那娑婆世界 地藏菩薩基本上是看到 我們說 可能就是有這樣的因緣 所以有地藏菩薩出現 就是 其實修行就是在做一個娑婆世界 那麼度眾生就是在這個娑婆世界 那我覺得 地藏菩薩 如果你照這個地藏十輪經 那麼第一點 第一點就是讓眾生不墮三二道 因為後面的人對佛法越不了解 那麼越邪之邪見 所以很容易墮三二道 不是你持戒修定就可以不墮三二道 不是 你持戒修定也有可能墮三二道 那你不是說三規五戒就不墮二道了 你如果有邪見還是會墮三二道 你看那個苦行外道 持戒修定還有神通 但是他看到那個牛 看到那個狗 升天 他有神通啊 看這隻牛這隻狗 過去生都做牛做狗 為什麼升天 所以他就覺得 牛沒造什麼業就吃草而已啊 狗就吃大便而已啊 所以他做學牛學狗 他持戒修定學牛學狗 他不能升天不能做人 他就做牛做狗 所以有邪見會墮三二道 所以要讓你不墮三二道 先讓你沒有邪見 要有政見 然後你在依政見的 依政見而修戒定位 所以八正道 這裡等一下會講八正道 所以八正道第一個是政見正思維 然後才正與正業正面戒啊 然後才正念正定定啊 然後依定再化位 才得出世間的政見 他是這個次第的 這個次第就是修學佛果老的次第 那地藏堅或地藏十輪堅 他就種在先讓你有政見正思維 那最初的政見是什麼政見 明白因果的政見 是從政見嗎 政見有善有惡 有業有報 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什麼是業 善有哪些善業 惡有哪些惡業 惡業 惡業有哪些惡報 那現在如果有惡報 是以哪些惡業來的 是從這個地方看啊 你就都要推回來嘛 善惡 業 暴 那麼 暴是已經成熟看見的 那業是看不見的嘛 那暴一定有業嘛 像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得人生這種果報 那一定是有五戒十善的業 一定是這樣嘛 那 彼此 你是我的父母 我是你的子女 夫妻 他彼此有緣嘛 那這種都是 共業嘛 那你了解這個業的理論 那麼你知道果報 是從業來 所以你不好的果報 你就會知道 是由十不善業來 好的果報是由十善業來 其實是這樣的 那你就要分別 那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你以為是善的 不一定是善 你以為惡的不一定是惡 你要先確定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就好像你以為健康的 有時候吃的 反而不健康 你以為不健康的 不營養的 有時候可能反而營養喔 所以你要先確定這個東西 那你在照這種業的善下 你就容易 你因為你確定了嘛 所以你就照這個地方去做 那地藏經 基本上是 就是佛法 我們說佛法的第一階就是 先讓你利於不敗之地 讓你不墮三成道 其實他是先做這件事 那你像地藏經也是這樣啊 所以 他告訴你 你遇見殺生者 一定要跟他說什麼 短命多病報 有沒有 你現在照這個業 你會得這個報 所以你不要照這個業 他這個是菩薩就是教嘛 教人家怎麼樣不墮三二道 其實是這樣的 那遇見邪淫者跟他說 鴛鴦割雀報 其實 這個就是先正見 有善有惡有約有報 其實從這邊來的 那佛法都是從正見開始 那地藏經比較 比較 比較著重在最初的政見 世間政見 有善有惡有約有報 你再仔細看 你就會看到 看到他是這個意思的 那我們後來都不是 後來就只是 就拜地藏菩薩 然後 我的父母如果墮入鬼道 就可以救度 以後我墮入鬼道 我也可以得救度 不是這樣子的 老實跟大家講 地藏菩薩 沒有辦法去惡道 三二道救眾生 他就是讓我們不墮三二道 如果地藏菩薩可以到三二道救眾生 那佛也可以啊 那照理講 佛屠實在那麼多阿羅漢 印度應該沒有三二道 那阿羅漢幾萬個呢 對不對 一個人負責救幾個就好啦 這一區你負責 那一區你負責 沒有 他們是讓人不墮三二道 這個其實 所以你看地藏十人經的思想 最初的啦 最初的地藏 地藏思想其實是合乎佛法的 只是後來慢慢變得偏了啦 好我們來看 地藏菩薩本願經 第一品就是 刀立天公神通品 他說如是我文 就是我這麼樣 所有經典都有如是我文 這個文就不太解釋了 一時佛在刀立天 衛母說法 一般是佛在刀立天衛母說法 一般是說在第七年 就是他承到 承到後第七年喔 佛陀是二十九歲出家嘛 三十五歲成佛 三十五歲成佛之後 那麼第六年回鄉省清 渡靜犯王 第六年已經完生病嘛 回鄉省清渡靜犯王 第四年是渡舌立佛目見人 那麼最初渡 渡吳比丘然後渡三家舍然後渡耶舌 好 那麼到渡舌立佛目見人的時候已經有 一千三百多人了 一千兩百五十五個再加上耶舌五十個 然後耶舌室友 各他們的親戚朋友五十個 就像吳比丘五十五個 所以就一千三百多個人 那這前面的五十五個是世上去聽經的 那後面的一千三百五十個就沒有 就跟著佛 所以叫做藏隨眾 基本上是這樣 那第六年之後 就回鄉省清 開始這些王子就回來出家了 阿難阿阿納利阿提伯達多阿難陀阿 後來後來把這個羅後羅也帶來出家 把羅後羅也帶來出家 那所以很多王子都來出家了 那個是第六年 第六年 第七年 一般說啦 為母說法到底什麼時候 一般來講是說第七年 成佛後第七年 那 有些經典說 那摩耶夫人 摩耶夫人生下釋迦佛七天後就往生 那 有的說生到多順天 但多數都生到道立天 一般都是到道立天 那 那 一般都是說道立天 好 那我們就這裡也想道立天 北傳的基本上我看都是道立天比較多 好 那 所以 這個 在道立天為母說法 大概是 一時大概就是 成佛的時候第七年 第七年 一般 有這麼說啦 好 成佛後第七年 三十九歲 三十九 二十九歲住家 三十五歲成佛 然後第七年四十二歲 那 第六年 靜萬王已經往生了 那 後來 後來 大一道就率很多宮女來出家 那個也是在第七年 就靜萬王往生之後大一道 就 比丘尼開始有也是在第七年 然後 後來佛陀 佛陀就去度他母親 那 到道立天 那 很多種經 其實這件事很多經都有記載 那 記載的也不太一樣 那 有些說佛陀不讓人家知道 他去哪裡 所以很多人找不到他 那 去講 是 劫下 第七年的劫下 那劫下三個月都在天上 都在道立天為母親說法 但是 有些說 不是都在道立天 他也還有到其他天去說法 那 後來 後來 人間的人 受不了啦 三個月太久沒見佛啦 就叫目見人上 因為目見人神通第一嘛 其實有神通的多的 不只是目見人 很多人都有神通 那 那 有神通的要上道立天 可能 不是那麼困難 所以就請目見人 去 去 請佛陀下來 他的理由就是 天人有神通 可以下來人間聽法 人間的人 多數沒有神通 不能上天聽法 所以 佛陀 佛陀在人間聽法 天人要聽可以下來啊 沒問題啊 對不對 天人可以下來 要在人間啊 人間聽太久了 後來佛陀 目見人上去請了之後 佛陀 才又從天上下來 那 很多描述的 大部分都描述 佛陀上天 然後佛陀怎麼下來 據說這個 天人造了很多這種階梯 讓他走下來 就很多這種說法 那這種有很多經 很多經在描寫這種事 因為他從道立天下來 好 那現在就是佛在道立天 為母說法 好 我們先講這件事 那麼因為 北傳的講這個 說的是什麼 說的是 說的是這個 地藏經 我們習慣了 我們只看到這本經 我們就會覺得說 啊 佛在道立天就是為母親講地藏經 不過我們如果真的看了一下地藏經的內容 是 他可能就是擴大 就是從某一些裡面擴大說的 從這個 從這個 從這個記載裡面 那麼他在演化 就是擴大 比如說他這裡講到 地藏 促身 三二道的 然後世間的苦 然後從這一些 從這一些演化的 有可能 但是 如果我們真的仔細來想一下說 佛在道立天不可能只是為母親講這樣 而且講這一些 不太可能 那難傳的是說 佛在道立天為母親說什麼 說阿彼達摩 阿彼達摩 這更不可能 那些更複雜 那 是 其實 難傳的很堅持 相信 佛在道立天是為母親說阿彼達摩 但是 老實講 我也不信 阿彼達摩更複雜 那 這個 這個地藏經 可能也不是事實 但是有少分的事實 有少分的事實 那 這個 佛本行集經 佛本行經 佛本行經 是佛所行戰的意義本 佛所行戰是馬明 馬明寫佛的一生的 有關於佛傳 就是佛的一生 有很多 各個部派不一樣 但是 有兩本是比較中和的 中和本 就是說 他記載的是所有部派的 一個是佛所行戰 一個是 就是中和所有的部派 集合成的佛傳 一個是佛所行戰 一個是 佛本行集經 那佛本行集經跟佛本行經不一樣 佛本行集經有六十卷 它是中和各個部派的 法戰部 法地部 然後升旗部 友部 就是大眾部 法戰部 法地部 友部 大眾部 那麼還有影光部 中和這五部的佛傳 集合起來的 佛的一生 那麼這個佛所行戰 是馬明菩薩做的 非常有名的 一個寄送的 也是講佛的一生 這兩本是佛傳的集大成 那裡面 佛所行戰裡面 佛上刀立天為母親說法 這個比較沒有 沒有特別有那麼寫 但是它的一本佛本行經裡面 佛本行經 佛所行戰的一本佛本行經裡面 講到佛在刀立天為母說法 說什麼 然後另外一本經就是 還有其他的經 其實有很多經 很多經 但寫的不多 比如說有一本是 佛為摩耶夫人 摩耶經 或是佛生刀立天為母說法經 還有一本經 其實很多 佛生刀立天 佛生刀立天為母說法經 還有摩耶經什麼 完全很多 記者這件事的非常多 那麼 但是說法比較完整的 比較完整的大概就是在這裡 佛本行經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他到底說了些什麼 然後 我們知道了之後 我們再來看地藏經的 好 這是佛生刀立天為母說法經 這是另外一本經 單行本的 那有很多種 但是都沒有地藏經講的這些內容 因為他這裡都是在講鬼啦 地獄啦 這些事 那你對天人講這些 其實老實講 可能 可能也不契機啦 你跟那些非常大夫大夫的 講那個貧民窟的事 可能他也不是很 很 可能意會不到 好 佛生刀立天為母說法經 那這本經也稍微講了一下 不過這本經比較屬於大聖的 已經有文殊菩薩了 好 那我們來講 就是有很多這種 好 我們先來看 到底說了些什麼 為母說法 之後就是地藏經說的啦 但是我們還沒看地藏經說的之前 我們先來看這個比較早期的 這個南北朝的時候就有了 比較早期的 這個地藏經是 基本上最早最早最早 最早最早的宋朝以後才開始有 這個是在南北朝的時候就有了 所以這個是比較早的 比較早的是 老實說就是比較接近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他講什麼 罪度離別苦 升天有失望 第一個就是說 現在有人說 有的經典說 這個摩也夫人 摩也夫人 生到天上是做天王 他是男眾 他不再是女眾 但是大部分的還講還是女眾 但是有的就是 各個經典說的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就不管他了 我們重點是他到底 佛到底到道立天為母親說什麼 那麼能夠讓母親得解脫 證果 這個是重點 那麼如果假設說 他真的是照地藏經這樣跟他母親講一遍 他母親有沒有辦法 依這個地藏經證果 老實講 不太可能 老實講 你如果把地藏經讀完 你能夠證出國 那 那不是因為讀地藏經的原因喔 因為裡面沒有講到 無我緣起這種概念 比較沒有啦 分析這種概念 那這個是寄送的 那 當然佛說法不太可能 用寄送來這樣說法 比如說你要跟母親說法 你不可能 用寄送跟他講啊 對不對 那就是平常的講話這樣 那這個因為是紀錄的時候 要用寄送的 好 那我們來看 我最多離別苦 升天有四幻 就是 先講 因為他 魔眼福人就在天上 那天上過的就是 幸福快樂 美滿的日子 好 所以天人不容易 天人不容易解脫 是因為怎麼樣 是因為過得太舒服 因為天人比人間 天上比人間速勝的就是 第一個 身體 高大 健康 而且他沒有病 他只有摔沒有病 比如說我們等一下這個病那個病了 老了還不能走 他沒有老 他沒有病 他只有摔 五摔 然後他是這個身體 他有小的時候 他一下子就長大 升到天上五歲 看哪一個天啊 兩歲三歲 就是人人間五歲六歲 如果到一天可能就是 一生下來 就大概像人間四歲五歲的小孩 但是他長大 長大他不會老 他不會老 他只會摔 摔就是 他本來流汗沒味道 現在流汗有味道 他本來坐坐的住 現在坐不住了 然後他天上那個花 會枯萎 但是他皮膚不會變老 不會 然後他天上花枯萎 他大概就知道他要死 所以他沒有病 沒有老 他有痠而已 痠之後才老 他沒有 但是他也沒有求不得 他失一得一死死得死 他不太有怨證會 不太有 他雖然有那個 有那個 有那個阿修羅 常常會趕快打仗 但他不太有怨證會 但是一定有愛別禮 一定有愛別禮 然後天上不容易往上升 因為他不會修 天比人殊勝是因為他 第一個他身體 身勝 身體高大 我們人是比說一百七十公分 沒有 他五歲都比你高 他天生很高大的 有些人看過天人 非常高大的 那麼 這個 高大生 而且強壯 而且沒有老沒有病 而且他出生也不痛苦 他沒有 他是化身的 他不像我們要在母胎裡面實驗 所以他沒有生老病 的苦 但是死是有的 他化身 他一出 他化身 他一化身就是 就是五歲小孩 然後如果假設是 假設是道立天 一經典記載是這樣 就是 這個道立天典坐在這裡 然後從膝蓋這邊 就蹦出一個小孩出來 然後從這個桌子這邊 所以他是從西的 那或是 假設他坐在石頭上 就從石頭上 蹦出一個人出來 以前我媽媽說 你從一個腳踏出來 那是化身喔 我從一個腳踏出來 你石頭蹦出來 那個是化身喔 他就坐在那個石頭上 然後 然後他就從那邊化身出來 天然是這樣子 他沒有苦 他沒有生苦 沒有老苦 沒有病苦 他死也不像我們這樣痛苦 要呼吸 呼吸不來 沒有他就是摔向線 然後沒多久就死掉了 就不見了 他是化身的 所以死也是化 化末的 就是沒有了 化滅的 那像我們不是 我們還要燒 還要處理 還要埋啊沒有 他沒有那種東西 所以對天人來講 第一個是生聖 第二個是受聖 就是壽命長 我們活一百歲 算是長壽了 政府都要頒獎給你了 對不對 那天人沒有很少 很少夭折的 沒有夭折 他活一千歲就活一千歲 北居如桌的人也這樣 不會活到一半死 那我們都是 少 就是很少有多的 少出 就是很少有 比如說我們應該活一百歲 很少有活到一百歲的 那多數是活不到 那很少很少有超過的 多數是不到的 不足的 那麼天人不會這樣 天人就是活多少歲 就是多多少歲 多數是這樣 基本上大概是一千歲 一千歲左右 那他生聖 身體 身體比我們好 壽命比我們長 還有就是他福報 他過得比較好 失一得一 失死得死 他也有分三等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環境好 他住的宮殿大 他的環境好 他沒有污染 那這個是比人好 但是 因為這樣 所以他不容易休息 不容易 越上面越不容易休息 道立天還可以 道立天 因為很多佛弟子 身道立天的 所以那邊還有說法 一般來說還有 但是道立天人 基本上 雖然聽法 道立天主也是付持佛陀的啊 現在 現在的道立天主 跟佛陀之外的道立天主 還是同一個哦 還是同一個哦 那道立天主的壽命 好像比一般的道立天人更長 那現在才兩千人 那應該所以算 算勢來講 還是同一個啦 還是同一個 不知道有沒有患人 我也不知道 他有沒有通知 我也不知道 那一般來說 應該還是同一個 那麼道立天 道立天 道立天主 事體懷疑嘛 在佛陀時代就常常去聽法 但是 他聽一聽就忘記了 聽一聽就忘記了 聽人歡喜了 那聽人忘記了 因為回來他等一下又參加這個舞會 參加那個法會 不是法會 他們是宴會啦 天人過得不太舒服了 他沒有那個苦 所以他不會想要離苦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 這個人間 你看天上的殊聖就是 身體 比人間強壯 比人間好 結構 比人間好 然後壽命 比人長 福報 比人大 環境 比人間好 但是這一些 都不是修道的要素 人間 人間的人 人間的人 第一個 因為他有苦 所以他能夠刻苦 努力 永悶聖 永悶修行 可以永悶 他有三點聖於天上的人 永悶 然後他記憶好 他能夠把他記起來 然後他能夠修犯恨 犯恨聖 然後這個永悶聖 然後他 他能夠就是把他所學的佛法 努力的記起來 所以這個比較屬於智慧 那麼 這三點都是跟修行有關 但是 他福報大 環境好 當然你莊嚴國土 是會成熟眾生 但是環境太好 他反而不想修行 所以天人不容易修行就是這樣 所以人天七次晚反 這個人正的出口到天上 他要 他要變成惡果是比較難的 所以他還要再來人間的時候 那個時候正惡果 或正三果 正阿羅漢龍 天上不是說不行 只有一個地方大概可以 就是五不環天 五不環天就是三果的 他不再來人間了 他因為他已經成熟了 他去那邊就自然成熟 就正阿羅漢 就在那邊怒面來 其他的 其他的你說要在天上得解脫 那是很難的 不容易 那因為他福報大 所以 所以他你看他這個 佛陀第一句話 這個講起來是合理的 如果我要去 如果我要去天上為我母親說法 那麼我一定要站在那個環境 叫做氣離氣機 那天上人的根基 天上人的執著是什麼 他忽略的是什麼 一定要先提醒他 對不對 然後讓他知苦離苦 一定要先知苦 然後你才可以離苦 你不知苦你怎麼可以離苦 那知苦要離苦 你才會去找苦因是什麼 然後才找滅苦的方法 你看 這裡都收到了 那這個合乎 合乎 合乎這個說 我們從邏輯上去看 如果真的 佛陀要為母親說法 那你要讓 不要說你母親 你要讓這個人離苦 你也是要這樣講 好我們看喔 最多離別苦 升天有四患 他現在是天人 佛陀為我們說 也就是說 也就是就我們現在這個人來說的 那你要 為母親說法 要就這個天生來講 你說升到天上 有這個過患 就是 第一個 天不會往上升 我們說他不會修 所以刀立天不會升到燕摩天 燕摩天不會升到多率天 不會啊 天一定都是往下掉 人 人 人才可以往上升或往下對 那三二道沒辦法 三二道 三二道也沒辦法往下掉 但是他只能往上升 因為他一直受爆 他是 他就比較受爆的 受罪爆的 那麼 這個天比較受福爆 享受福爆 受福爆的 他基本上都是比較一夜的 他 天 天還可以 但是三二道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他心俐落 他 醉夜重 所以 他 而因緣又不好 我們說此心此夜此緣嘛 就影響 第一個 他心俐落 他踢不起來 沒辦法 你說你現在 你現在正在拔牙 你唸我唸看看 他唸不唸出來 他拔不出來 唸不出來 那個痛的用命 那所以 你手伸在一百度的熱水裡面 那你跟他關看看 關看看清涼 看關看能不能關 不行啊 他那個環境讓他沒辦法 心力起不來 我們說一個人 他重要是心夜緣 第一個他的心弱 心俐落 第二個他的夜 他的惡夜重 所以他要受罪爆啊 第三個他的緣不好 他周遭都是這一些 這一些不好的人嘛 你傷得到 你像關在監獄裡面一樣啊 那這些都是犯罪的 那這些 他的習慣比較不好 你跟很多習慣不好的人在一起 本來習慣好的會變不好 你跟很多脾氣不好的人在一起 脾氣本來好的會變不好 就是這樣 影響 何況他會墮入那個 也是因為他有那個醫院 好 所以 三六道的眾生 不太往下掉 第一沒有一個地方去的嘛 然後 你餓鬼 一般是這樣 一般一般是說是這樣 現在幾點 等一下我們都沒有講到 就下課了 一般是這樣啊 要忍 然後 地獄 然後畜生 然後惡鬼 鬼道 鬼道 畜生道 地獄道 畜生道是比鬼道還不如的 你知道嗎 鬼道還至少 有些還有人形 畜生道是連人形都沒有 他還有人模人樣 他真的還沒有 那鬼裡面有才鬼 還是有慈戒的喔 有些有慈戒 有修訂的 也會做鬼喔 有些會做出生不一定 魚吃就比較會做出生 好 好 那麼人 他會 一般來講 地獄 受完了之後 還會經過畜生道 或鬼道 那麼 畜生道會經過鬼道 那 鬼道受完了 鬼道也不會 鬼道也不太會 多出生道或多地獄 但是 他就是受月報 就好像你去監獄裡面 你不可能再造業 不會 但不多 沒有那個給你造業的因緣 你就是受爆 像你這樣躺在病床上 你也不太能夠造業了 你就是受爆 看要躺多久這樣 然後再出院 好 那麼到人才有辦法向下 因為他的業 他的心有力量 心有力量造作的散熱業 才有決定性 心沒力量 就好像 就好像你智能不足 你造的業 是沒有什麼 罪惡性的 他還是有罪 但罪不重 好像你 發育不完全 小孩子犯罪 那個罪也不重 那個神經病者犯罪 罪也不重 基本上是這樣 他還是有罪 但不重 那通常這些心利弱的人 第一個 他造不了什麼大的業 第二個 他就算造了業 他那個心不強 所以 他那個罪也不強 那人是上身下肚的枢紐 那麼天 不太會造惡業 但也不太會造善業 那麼散熱道的眾生 會造惡業 但是他那個造惡業的 心力不強 但他如果能夠造善業 那麼他的影響性就大 好 但是他還是要受爆 那天不太會往上升 欲戒天的人 不可能升到色戒天 色戒天的人 不太可能升到無色戒天 尤其你到色戒天 那就不可能了 因為你就在禪定中 那你要等到果爆完了 你就往下對 他就是這樣而已 那現在 現在摩顏夫人 身在刀利天 刀利天是第二天 第一天是四王天 其實他們是同一天的 因為四王天 其實就是類似這樣 守刀利天的 那就是他的將軍 四王天 道利天 然後上去就是燕摩天 燕摩天 其實是早期的 所謂的炎摩天子 那後來就變成炎羅王 其實這個就是 早期他是天 炎羅王 炎羅王本來是天人的 炎摩天的 後來就變成 炎摩王 變成地獄的 這個就是後來演變的 那 炎摩天再上去就是多帥天 多帥天上去是化樂天 那摩也夫人在刀利天 多數都生到刀利天 善行的就是刀利天 慈心比較重的人 可能會生到多帥天 那麼 那麼 罪多離別苦 所以你生到天上 天受完只有罪多 那麼天人有愛別離苦 愛別離 他比較沒有怨證會求不得 也沒有老病 死的苦 死有 他會害怕 但沒有像我們死的那種 要死不死 一口氣來一口氣去的那種 又沒有 但是他有死的苦 他主要就是罪多離別苦 天人是這樣的 那就 因為你去那邊 你自然 你自然會受到那個 武裕的環境的影響 你不會想到那麼遠 而且摩也夫人又剛去不久 第七年去嘛 所以剛去不久 佛陀成道後第七年 那摩也夫人 那這樣子幾年 釋迦佛出生三十五歲 三十五歲成佛 四十二歲 四十二年而已嘛 人間四十 人間四十二年 人間四十二年 天上可能 不曉得多久 沒有一下子而已 沒有很長 然後他很快就去見他母親了 所以他剛去天上 剛享受而已 剛享受 人間四十二年 天上很短 沒有那麼長 所以他在四十二歲的時候去 那就是人間過了四十二年 他去見他母親了 升天有四幻 貪求積聚死 事為世間苦 這個是人間的 人間 他主要講天上 因為他不是叫他母親 就是講到天上的苦 他還要跟他講 其實三界都苦 三界都苦 三界都苦 三界不安 猶如火災嘛 那麼貪求積聚苦 積聚死 那麼視為世間苦 就是我們這個世間 這個是講人 這個是講人 那人都是 就是貪求無欲 然後就是不斷在積聚 積聚這些 這些錢財 這些什麼 那最後死 他就有 他有怨政會愛別禮求不得老病死 這些種種的苦 然後就開始講地獄 然後惡鬼 有什麼苦 地獄有很多種苦 地獄有十八地獄 八寒八熱 有無見地獄 有孤獨地獄 有非常多 然後有種種的苦 那麼這個地獎經就講得很詳細 那地獎經 可能就從這邊開始 開始發揮回去 就地獄這個 燒治苦 就是刀山油鍋這種的 完全就是很多種 那麼惡鬼 甘殼礁 可甘礁 就是飢渴 那麼就是常常吃苦 鬼有三種 那惡鬼是占多數 惡鬼是占多數 有的鬼福報也很大 像城王爺 土地公 土地公要看哪裡的土地公 那個墳墓旁邊的土地公 就比較過得不好 那個比較小 那你像那個屏東有車子 那個土地公 那個廟殼大了 他天天吃得飽 哪裡吃不飽 那大部分是惡鬼 大部分是惡鬼 那少數 少數叫做鬼有分三種 有柴鬼 少柴鬼跟無柴鬼 多數都是無柴鬼 多數都是無柴鬼 那無柴鬼裡面 叫惡鬼 主要有三種 咽口鬼 咽口鬼 跟咽口鬼 咽口鬼 咽口鬼 就是喉嚨這邊長了一個龍 長一個龍很大 所以他吞東西吞進去的時候 會經過那個龍 很痛苦 我們喉嚨發炎吞水都痛苦啦 他是長龍長在這裡 那個龍是治不好的 所以他可以吃東西 但吃的時候一定會痛苦 這個叫鷹口鬼 就是喉嚨這邊長了一個 鷹啊 人家說那龍 長在裡面 所以他吃會很痛苦 但喉嚨正常 一個就是真口鬼 他沒有長龍 但是他的喉嚨像真一樣 所以他吃 就是他 他只能吃柳子的或是很小的 吃芝麻這種很小的才有辦法 但是他很餓肚子很大 他經常吃不飽啊 他的夜報 他也 你說那鬼到陰間 沒有醫院嗎 可以讓他手術變大一點嗎 沒有 沒有醫生 沒有治療的 他們真沒辦法 夜報就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 咽口鬼 咽口就是我們一般 就是放咽口 他喉嚨也沒有長濃 也不是像真一樣 但是他只要吃東西進去 他 他這個喉嚨肚子裡面 就有一把火上來 就把那個東西燒掉了 叫做咽口 咽口 真口 陰口 也就是三種鬼 咽口 就火咽的啦 咽口 然後真口 像真一樣 然後陰口 然後生銀啊 生丁啊 就是展龍展餐啊 那這三種鬼基本上 就主要的惡鬼 惡鬼 那所以你給他 念咒 他就可以讓他 火 一般我們那個是咽口 就是針對剛才講的那個 咽口精 就是四叉爛頭翻譯的 那你說念個 念個什麼咒 然後他就可以 那個火就可以化掉 沒辦法 夜歷的範圍 沒辦法化掉 好 那麼 他就講 地獄燒至苦 惡鬼可干交 畜生相淡死 畜生就是 一出來就是找吃的 不管你是肉食的 還是 還是炒食的 他都會被吃掉 肉食的動物出來 就是要吃其他動物 那 炒食的動物 不吃其他動物 但是會被肉食的動物吃掉 所以他每天 每天 要吃東西 都是 都可能被吃掉 他是這樣的 他壽命也不長 有的壽命長 但有的 大部分壽命是不長 像一隻狗 活十幾年 大概就是他 我們的一百多歲 那像蚊子的話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那有的一天 不一定 多數不長 但是如果你 墮入初春道會很多事 比如說你做一隻豬的話 大概要做五百次 通常是這樣 那一次大概就是 通常 通常如果沒有人養 在野外的話 通常 動物都活不過五年 一年到五年之內而已 那如果有人養過得好的話 福報比較大一點的話 好像長一點 像我如果養個寵物 生病還給他看醫生 偶爾還帶他去吃餐廳 還有SPA 我看很多這樣的 很厲害 過得可好 那個就是福報大一點 但愚痴 所以他多畜生 他還是有那個福報 他會遇到那些人 他會有照顧他的人 那通常是這樣 那動物裡面也有福報的 鬼道裡面也有福報的 好 惡鬼可甘焦 畜生相淡死 五情苦無安 五情就是五道 以前都講五道 後來讀子部之後 多了一個阿修羅道 後來講六道 但以前都講五道 五情就是五種眾生 就是五道眾生 不管是天 天 人 地獄 惡鬼 畜生 這五道眾生 多苦 所以他告訴 其實輪迴是苦 他講這個觀念 這個就是第一個四聖地 叫做苦地 一定要講這個 你如果要解脫 四地八正道 一定要知道 不然是不可能得解脫的 好 那你看喔 他開始講 在所受生畜 眾苦 折追水 那麼就是常常 常常有這個苦 不管你身在 不管你身在哪一道 都會有苦 這個你要先確定 苦地第一個就是 世間是苦 真實是苦 你如果不先確定這個苦 你不會要離苦 不會離苦 你就不會找苦的原因 跟離苦的方法 所以苦極一定要先有 然後才有滅盪 你沒有知苦極 你不可能得滅盪 你不知道是苦 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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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有苦 你也不知道 你以後還是會苦 你不知道輪迴是苦 你就不可能想到出輪迴 那麼在天上很容易 很容易忘掉苦 人間也還是會苦喔 好 那麼那你說 那這樣三大道中 一直在苦 他怎麼不出 他心俐落 他夜暴重 他因緣不好 所以他很難 那天上 天上沒有什麼苦 所以他也不會想要離苦 不願意出嘛 不願意出 所以 在所受生處 不管你是哪一道 眾苦則追隨 欲離眾苦惱 好 那你要離苦 只有滅無為 只有什麼呀 滅煩惱 正入無為 滅就是無為 那麼 滅就是無為 苦極滅到的滅 苦 那麼苦陰 正在跟你講苦陰 你要有滅苦的這樣的概念 你不要以為升天啊 好啦我幸福啦 沒有 還沒有 天上很快就丟下來了 所以他告訴你 當絕三戒苦 欲戒色戒無色戒 他還在欲戒裡面 猶如仓批毒 就像長了一個農仓一樣 你不把他醫好 等他成熟了 你就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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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藏長的鐵 然後紅紅的 然後弄到你的皮膚上 無可解藏觸 就是你意不好 所以 你一個藏能在身上 那個痛就好像一根 一根 一根紅色的鐵 插在你的皮膚裡面 一直痛一直痛啊 那你又不能割 割一割不掉 割掉還是痛啊 所以 我們的 我們的輪迴的苦 就好像一個藏 因為這個變成我們的業 那你不管到哪一道 你這個苦都帶著 你不管去哪一國 你這邊長了一個倉 你到瑞士 那個環境就算好 那個倉也在那裡啊 他什麼是要發作不知道啊 對不對啊 他一直在苦啊 你到美國到哪裡 到非洲 好不好的地方 那個業都隨身 就好像你長那個倉隨身一樣 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是這樣 他告訴摩也無人這樣 然後 所以 世間苦如是 絕苦 絕苦起之言 就是要講什麼 極樂 苦 第一個讓他明白世間是苦 從苦入道 世間是苦 第二個 知道苦 你要有發 離苦的心 出離苦的心 那苦 不是我現在苦 不是我未來苦 而是我生生世世都會有這種苦 所以究竟苦是什麼 輪迴苦 究竟苦是輪迴苦 你現在暫時不苦 但你以後會苦 你現在年輕以後會老 你現在健康以後會病 那 你就算生到天上 不老不病 死了之後一樣 你還是可能都三二道啊 你還是可能在 你就又重回啊 你就不斷再重回 不斷再重複 所以輪迴是怎麼樣 輪迴是一次一次的受苦 一次一次的受苦 不同的苦 一次一次的受苦 那麼一次一次都在一次一次的受苦 我們現在人就有這種體會啦 對不對 那等一下又這個 等一下又那個 等一下又 戰爭的威脅 等一下又瘟疫的威脅 等一下又飢荒的威脅 我們這一大堆啦 等一下又父親怎樣 母親怎樣 兄弟姐妹怎麼樣 等一下自己又怎麼樣 鄰居又怎麼樣 啊 永遠沒完沒了 這件事情 剛解決好了 那件事情就來 那有時候是這件事情 還沒解決那件事情就來 霧露偏縫連夜雨 行傳優異對頭風 啊很常是這樣的 那麼人間 體會比較深 天上就沒有 所以他不容易離苦 但是他告訴他 就算你在天上 你要了解事件是這樣子的 苦不完 所以輪迴才是真正的苦 所以你必須要解決輪迴這件事 啊 那麼 那麼你要你要離苦 你必須要絕苦之 起之緣 絕苦起就是 苦就是 起就是生起 就是 那我們為什麼會有苦 所以我常講 佛法兩件事嘛 第一個 我們為什麼會有苦 苦從哪裡來 第二個 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不苦 究竟不苦 不是現在不苦 不是明天不苦 不是這一生不苦 而是永遠都不會再苦 你說醫生 喔這個病 不是 你看醫生不是 我今天不會苦 明天不會苦 而是這個病永遠不會再讓我痛苦 我這個病永遠消除 總也是這樣嘛 你不可能說 那只要讓我今天不痛就好了 明天痛明天再說 沒有 看醫生都是要把這個病治好的嘛 一樣 那個苦也是一樣 要絕苦 苦起之緣 就是為什麼會有苦 他從哪裡出 哪裡生出這個苦 所以這個就講到什麼 緣起 為什麼有苦 緣起的十二支最後一個是什麼 老病死優悲惱苦 有沒有 無明緣行行緣世 世緣明色 明色緣六路 六路緣醋 醋緣受 受緣愛 愛緣取緣有 有緣生 生緣老病死優悲惱苦 這個苦就是 生老病死優悲惱 那苦是最後一個 所以這個我們佛法叫做世間是苦 三切是苦 輪迴是苦 那這個一定要先讓摩耶夫人知道 摩耶夫人沒聽過佛法 佛一出生 都還沒有佛 他就生道立天 但是 成佛之後 佛雖然有說法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也沒有很多天人下來說法 聽法 那麼就算有可能摩耶夫人也沒有下來 沒有 所以 因為佛成到第七年 回鄉省清之後 回鄉省清之後 他上去刀立天為母親說法 在這之前 在這之前 沒有記載 摩耶夫人在天上說 我人間的那個兒子 現在成佛了 他沒有 但是有記載 有記載 在釋迦佛要怒烈法的時候 摩耶夫人從天上下來 有這麼一個記載 那這個是 因為刀立天 他第七年 就去 為刀立天為母親說法了 好 所以 絕苦之起之遠 你要知道苦怎麼生起的 這個就是什麼 疾 疾 苦疾滅到的疾 所以這裡是苦 這裡是苦 你看 他 他就跟他講 這個苦是什麼 那麼苦有些什麼患 這個患 苦患 那阿含經常常講 未患禮 未患禮 你要離苦 你要先知道苦患 他到底會帶給我們 什麼影響 什麼過患 會讓我們怎麼樣 過得不好 所以阿含經裡面 要解脫 基本上 未患禮 因為你執著 他要讓你不執著 然後 你要不執著 就是他會 身在天上會執著啊 會執著天上的無意啊 所以 一定要讓他知道過患 苦患 一定要讓他知道過患 然後他才能夠理阿 叫做未患禮阿 未患禮阿 所以你看 他跟他講 三界六道的現況是這樣 那麼 他有些什麼過患 就是有這種過患 這樣是很正常的 這樣講 這樣講 合乎他那個修行的次第喔 那麼你真的解脫也是從這樣開始喔 好 那 絕其苦滅處 你看 絕苦其之人 極 極 這個是極 這個絕其苦滅處 就是滅 這個是什麼 絕所與滅苦 到 苦極到 你看 就是說 第一個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輪迴是苦 那 怎麼知道 他告訴你這些 那 輪迴就是三界六道輪迴而已 不出這個三界六道 那六道都有苦 三界都有苦 只要你有生死就會有苦 所以你必須要離苦 你要知苦離苦 之後你才能夠知法入法 是這樣子的喔 好 就是知苦離苦之後才能夠知法入法 好 那法是什麼呢 你要知道苦從哪裡來 極就是什麼 苦因 煩惱 從煩惱業才有報 禍業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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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佛法講禍業苦 那 所以 那苦的根本是什麼 苦的根本就是有五韻生 所以解脫最重要是要關五韻五我 從五常苦五我開始關喔 所以你看 諸行無常諸受是苦 諸行無常諸受是苦 然後才能夠得諸法無我 所以無常苦 無我 或是無常苦空無我 那這些就是講無常 他不斷不斷啊 生死不斷不斷在改變 好 所以這個是滅 那麼你要怎麼滅呢 五韻 慎苦 五次 我們叫做五韻慎慎 五韻 就是這個五韻 所以 所有的苦 我們的苦其實有七個 那麼 所有的苦都來自於有這個身體 有這個五韻慎 所以他才有老病死 怨政會愛別禮求不得 然後 生老病死 怨政會愛別禮求不得 七個 七苦 那再加上 五韻慎慎是總縮 所以叫八苦 那其實五韻慎慎是總縮 那五韻慎慎底下就有 因為五韻無常不斷在變 所以底下就有 生老病死 怨政會愛別禮求不得 其實是這樣子 好 那麼 絕五韻慎慎苦 就是愛取有的有 那麼 絕老所以生 老是成老 就是煩惱 為什麼會起煩惱 其實基本上我們就說無名貪愛 以無名貪愛 那一般來講就是 兩種 叫做見煩惱跟愛煩惱 見煩惱是觀念上的錯誤 愛煩惱比較偏重在行為上的偏差 因為有觀念上的錯誤 你就會 你就會去 因為觀念的錯誤 會有行為上的偏差 那麼 你就會去造作惡怨 行為就是惡怨 身口怨 然後這些 業 就會導致你痛苦的結果 你就會有一些 因為業而成熟 少生的痛苦 比如說你說殺生就有短命多病到 短命多病爆 那麼拖到就有貧窮被健保 就會容易這樣 那麼 所以你要知道 煩惱 煩惱 痛苦 成老是怎麼樣 怎麼樣有的 那麼絕老所滅處 就是你這些煩惱要怎麼滅 滅煩惱 佛法的重點 佛法的重點 不再消業障 再除煩惱 因為業障是從煩惱來 業障不能消 只能從煩惱消 其實是這樣 煩惱如果不處 業障不能消 那我們不是 我們不處煩惱 我們只消業障 那怎麼消呢 花錢消災 花錢消不了災 請人家幫你送金 請很多人幫你送金 請很多有修行的人幫你送金 我告訴你沒辦法 這個觀念是錯誤的 你如果要花錢消災 倒不如把那個錢 你拿去救濟貧窮 供養出家中 因為你花錢是什麼 是買賣的 我拿這些錢給你 你幫我消災 你有什麼功德 你告訴我 沒有啊 這個是 這個是營貨兩棄的東西啊 你拿一百塊錢 你去跟雜貨店買一包花生 你說你對他有恩情 我一包花生賣給你的啊 對不對 那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與其這樣 花錢消災 你倒不如花錢去做善事 花錢去供養三寶 還比較有功德 真的 因為那個就是你的布施 那個是你布施 那麼你花錢消災 那個不叫做布施 那個叫買賣 那個是 我給你錢 你幫我送金 你幫我消災 能不能消災是一回事 但是這是一種買賣 那那個是沒有功德的 那有功德就是我供養你 沒有任何條件的 我幫助你 這是出自於我的善心 那你拿錢 你去給醫生看病 那醫生幫你看病 你拿錢給他 他給你要 或是他給你看看 你有什麼病什麼病 也沒給你要 你還是給錢給他 那麼你說你對醫生有功德 沒有醫生覺得他對你有功德 那所以這種 這種觀念就是說我們 我們大部分都 用在花錢消災 花錢滅罪 花錢超渡 其實不是的 那麼你應該要把自己 就是說 重點你應該除煩惱 除去你自己的煩惱 因為 因為他這裡跟你講的就是 苦從哪裡來 苦從夜來 夜從哪裡來 夜從煩惱來 煩惱從哪裡來 煩惱從邪見來 從不知道煩 不知道惡 不知道夜 不知道爆來 錯誤的觀念 會引發偏差的行為 就造成痛苦的結果 那你要消除痛苦 你必須要沒有做 沒有做這些偏差的行為 你沒有做偏差的行為 你必須 你必須要有正確的觀念 你才不會去做偏差的行為 那你一旦做了偏差的行為 你不想要有痛苦的結果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 除非 除非你不做 你做了他就是有 就好像 除非你不喝農藥 一喝下去 一喝下去 你說祈禱 那去念其他的化農藥咒 沒辦法 念了之後 那個把農藥化掉 我告訴你 那個是沒辦法 除非你不喝 除非你一開始就知道 這個農藥不能喝 那你說喝了之後 不行我已經喝了 我請個 我請個 法師幫我送一個 解除 解除百毒經 有一個孔雀 有一個孔雀經 那個孔雀明王咒 那聽說念了可以 念一切的毒 你念念看 你去喝了沒有 念念看 沒辦法 除非你不喝 除非你不做 一旦喝了 你說 我在念個什麼東西 把它消除掉 沒辦法 所以你一開始就要有政見 引導 政思維 然後引導你的政與政業政命 那這樣才有辦法 這樣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什麼 消災面罪的方法 因為沒有罪因 沒有災因 沒有一個因 就沒有那個果 你已經有那個因 那你要不讓它成熟 不相信 那個因如果不是很餓的 那你不再讓它相信 它那個果可能不成熟 但是你一旦做了 你要讓它消除 那是不可能的 這個你要知道 夜果理論是這樣的 那我們把大 大多數的時間 都花在做那一些 其實 其實沒有用的事 你與其這樣 你倒不如 把那個錢 時間 精力 用在做對的事 那還比較好 這個時間 你好好去研究佛法 知道夜果是怎麼樣 思維苦的道理 思維無常的道理 還比較好 還比較好 好 我們再 我們把這個稍微看一下 所以 絕勞所滅出 市民 市滅民無為 就是你把煩惱滅掉了 那個就是無為 最重要的 最重要解脫的關鍵就是把我見 這個無運 無運 無運 無常 這個道理講清楚 把緣起的道理講清楚 把四地的道理講清楚 我告訴你 你是可以解脫的 你說我現在想不清楚 沒關係 慢慢想 阿難 阿難在佛陀身邊那麼久 也不是一下子講清楚 羅霍羅 羅霍羅 是佛的兒子 第七 第六年就跟佛出家 佛陀成道第六年就跟佛出家 他一直在聽佛講 緣起 緣起無我 六處無我 跟無運無我的道理 也沒辦法解脫 但是佛告訴他 你沒辦法解脫 你要常常想 如理思維 還要專精如理思維 還要塑塑一次又一次 要常常 像儒家講的 應該是大學裡面的 人 人一能之幾百之 人十能之幾千之 果能如是 雖與必明 你再怎麼笨的人 也會變聰明 你要常常想 塑塑思維 如理思維 專精思維 塑塑思維 你要常常想 你不能想一次兩次 羅霍羅都不斷想 想了還不明白 佛者說你去跟別人講 你要跟別人講 你要思路更清楚 更清楚 講了之後他想通了 所以你要把時間花在這裡 你不要說我花錢 請人家幫我超度 幫我回向 請人家幫我增長智慧 沒有 智慧是從 奴理思維來 從文師修來的 不是 不是你花錢買來的 沒有買不到的 福報也買不到 不要說智慧 那麼 所以滅道者 所以能夠滅得到 世民八聖賢 八正道 你看 他都講到這裡 那照理講 因為他這個是祭壽 所以如果照理講講 講白話 佛頭應該會 像我這樣跟你講之 不會跟他母親解釋清楚的 因為他母親從來沒有聽過佛法 這些名相他是不知道的 但是因為這個是經 他是 記 記就是濃縮的 方便記憶的 因為以前沒有書 所以要記都是要這樣 有押韻的 然後有記送的 所以他就這樣記下來 好 那麼 諸陳老之毒 這個就是煩惱業 多令燒無禮 都去掉 貪嗔之禁 就是涅槃 好 我們再把這裡看一下 好 生死甚可畏 進退不可戶 就告訴他 其實 我們這樣 生來死去 生來死去 我們已經經過好幾次了 不斷在輪迴 什麼時候是個了死啊 那最重要的是因為有苦 假設不苦的話 那輪迴就輪迴有什麼關係 假設可以保證啊 我每次都做人 都像現在這樣做人 我可以不用解脫 真的 但是 但是沒辦法 你有可能脫二道啊 可能脫三二道啊 可能下一次來做人的時候 那麼 被人家 就比現在更苦啊 現在我們覺得 大多數人啊 台灣的還算好 那有些更苦 有些被關了一輩子 會怎樣完全很多 有沒有看到 怎麼會有這樣的人 有些苦真的是非常的苦 那麼 你看那個畜生道 那個更苦啊 你要像他那樣嗎 不要啊 那麼 所以 生死甚可畏 進退不可得 不管你現在是人 你現在 摩爾夫人是天 他也不能往上升 一定是往下對 那不管他是往上升 六道裡面 不管你到哪一道 你都在苦的範圍裡面 隨時會受苦 如季兒木面 脫衣復著衣 季兒就是表演者 戴那個面具啊 今天我戴人的面具 明天我戴狗的面具 明天我戴狗的面具 後天我戴貓的面具 那現在戴國王的面具 那明天戴王后的面具 因為 以你的夜報不一樣 做男的做女的做男做 做人做狗做餓鬼做畜生 不一樣的 那就是脫衣復著衣 這一生完了下一生就接著來了 那但是每一生都會有苦 或飲天甘露 天甘露吃得好一點 福泡大一點 退附飲養桶 然後到地獄去 一般天人很少直接下地獄 但是也會有 那這種是很特殊的情況 他之前造了很大的善業 但是也造很大的惡業 但是大的善業先前守 所以先去送 那到天上他沒造什麼惡業 沒造什麼善業 所以 天福報想盡 他就直接墮地獄 但是很少 很少 那麼這種人比較特殊 那麼有沒有直接墮地獄的也有 墮畜生的 墮惡鬼的 墮地獄的都有 但比較少 但不是沒有 他只是講一種情況 他多數的天都會下來做人 多數的天 那 所以說你這一天 你這一天還在天上引甘露 那死之後馬上就怎麼樣 這個就是 進就是 進就是生退就是死 然後馬上就到地獄裡面 喝那個什麼 洋桶 洋桶就是用那個鐵煉成的水 喝那個刺客的火鍋裡面 類似像這樣 油鍋啦 不是火鍋啦 火鍋就沒關係啦 所以油鍋裡面的 那麼 禍死天甘露 退彈燒鐵王 那就那個 那個鐵王就 吞進去 地獄的刑罰 就是他夜報自然 這誰讓他這樣的 然後誰去發明這些東西 沒有 夜報自然的 禍復來天家 禍夜藍鐵車 就是你升到天上 那麼這個是什麼 惡鬼 這個是 藍鐵就是 地獄的火車啦 就是你拖著這個 這個藍是火字旁的 他們通常都這麼寫 就是 火字旁 那個火車 地獄的火車 拖著那個火車 或在火車裡面 被火車拖著走的 那這個就是 這些裡面的 可能就是地藏經裡面 描寫詳細的東西 就是這裡 這裡 這裡就是 這裡講的這些 可能就是地藏經裡面 特別詳細的東西 那做人的時候 或做國王 或做乞丐 那麼 惡鬼轉畜生 術對護所攀 就是夜 過去的夜 術對過去的夜 那麼 就好像拍球一樣 你這個球 因為你看你的夜 跳得高 跳得低 跳到哪裡去 那很快 他意思是說 輪迴是很快的 一次次是很快的 你看 你小時候的記憶 現在幾歲了 真的一下子 那你再看一下 下一輩子了 已經下一輩子了 真的 那麼 跳奔如拍球 就好像球這樣 這就是我們那個球 這古代的球 現在就寫這樣 以前就念 橘 上下片三界 從有至五者 就三界裡面 這個五者 一般是無間地獄 叫做五者 就是你從天上 然後到無間地獄 就是類似像這樣 我們是三界裡面 那這個是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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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我們說佛所行經裡面 釋迦佛對摩顏夫人說的道理 那這種道理 比較 看 就是我們看了一下 第一個他比較詳細 第二個他 講得比較合乎 合乎 有四地發生道 這樣才是真的可以解脫的 當然他裡面詳細沒有講 但是 佛在那邊講三個月 不太可能 只講這樣 就是他會跟他講 那怎麼樣修行 怎樣怎樣 這是大概的 大概的範圍 當然也有寫 比較簡單一點的 好 那因為時間到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然後因為 還有一些人有問題 那麼我們就 好 大家先合掌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福吉於切 福吉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存佛道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